前面是講了這個IF的部分 那今天切到綜合練習好了 那我們以這一題 這一題裡面到底要做什麼 一樣,第一個先做函數 再來做VBA 那VBA有兩種 一種是按鈕,一種是Function 那第一個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把那個備注這邊出現什麼呢 這邊有說明 不標準,標準 那這個地方我怎麼樣把 那所謂的標準跟不標準 怎麼去判斷 第一個這個人 他的身高 他的體重 那特別注意他的標準體重 應該是這樣子 以這個女生的身高來看 他的標準體重應該是 要假設是57.4的話 可是他現在是45公斤 也就是說他距離 他的標準體重的話 其實還有蠻大一段距離 相差多少呢 相差27.6% 那意思就是說他要增胖 他需要增胖到 再增胖27.6的體重 才達到標準 所以第一題邏輯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 如果他的增減體重百分比 關鍵是在這一欄 假設是在正負5%之內的話 正負5%之內的話 那就是未超出的話是標準 那超出的話就不標準 OK 所以會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 他是不標準的話是超過5% 一個是低於負5% 所以這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往上 就是往上這邊百分之五的 所以這個上面的應該是不標準 意思就是說 他必須要再增加體重 超過百分之五 是不標準 那另外一種是低於負百分之五 意思類似像這個 他的體重是這樣子 可是他的標準體重應該是73.5 所以他等於是要減 算減肥 一個是要增胖 一個是要減肥 那這個也算是不標準 所以這一塊跟這一塊都不標準 那中間這一塊的話呢 才是所謂的那個標準 那這個是一個邏輯 所以如果說兩個要交叉的地方 叫做交集 應該以前有學過 是用AND AND 兩個條件 那如果說外面部分兩個 他只要一個出現的話 那就算是達到我要的那個標準的話 那這個是偶爾 或的話是其中一個發生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也是在邏輯裡面常見的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那偶爾部分 他只會出現一個 他不可能過 什麼呢 過瘦又過胖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其中一個 所以只要其中一個邏輯發生的話 那就是算是不標準 那可是我要把這個邏輯給做出來的話 在VBA 在Essail裡面該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插入函數 會用到 邏輯函數的部分 if跟偶爾 這兩個 這邊其實有提示 有沒有 利用if跟偶爾 這兩個函數 在這裡 邏輯裡面的 這個地方 找一下就好了 那我盡量 可能也許我在想說是我這個東西 其他地方交的都蠻快的 可能是因為其他地方 在上班族 他們可能對這些已經很熟悉 所以我講得快一點 那也許對大家來說 這個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再把那個比較重要的部分停一下 頓點一下 那該怎麼做呢 那一先邏輯裡面的if 二的話呢 請你在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 先選取什麼呢 他的增減你用百分比 那如果他是大於5% 所以打個5再一個person 這個person的話 shift5 shift按住再加5 就是person 可是問題我有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 這個是不標準 另外一個條件 是 第二個條件 所以你在這個中間 加個 逗點 不過問題 兩個條件的話 你要怎麼做 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一個格子裡面 要放兩個邏輯的話 而且這兩個邏輯 又是其中一個出現就可以 就連擊 那就是加一個偶爾函數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邏輯的前面 再加一個錢瓜糊 然後呢 移到後面之後的話 先把剛剛邏輯做完 逗點 好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是什麼 這個條件 如果是 小於 負的5%的話 OK 所以你會發現了 偶爾的作用主要是 你可以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 如果大家你有第三個 你在逗點 第三個 第四個都可以 它最多好像可以 容許好像255個條件 不過現在只有兩個條件就夠了 好 後瓜糊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特別注意 前瓜糊 後瓜糊 都要加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兩個條件的話 那其中一個發生的話 那就是 True 另外沒有在那裡面 就是False 所以其中一個條件發生的話 那我就是給什麼呢 給所謂的不標準 要不就是 它過瘦了 需要增胖 那另外的話呢 不就是什麼呢 不就是過胖 要減肥 那反之另外一種就是在 正負反正負之內的話 那就是標準 OK 所以邏輯大概是要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把它向下填滿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就很快的話 就幫我把什麼 標準不標準 給做出來 所以 第一個函數 就是把這個地方做完就OK了 OK 所以 假設 如果期末考試 考到這一題 這個做完就30分了 懂的意思嗎 OK 所以 沒有那麼複雜啦 你就該給我的 給我就好了 我就看到 這給你30分 那等一下還要做什麼呢 還要再把這個 旁邊也許你再加一個什麼 加個VBA 也許我在這邊要需要 幫我產生VBA 那再來就是另外的70分怎麼加 當然你需要兩個按鈕 一個是 可能什麼呢 也許名稱叫什麼 增減體重好了 這個名稱 放過來 一個清除 按下去可以自動 看到跟它一樣 這個按下去呢 又把它清掉 對不對 另外還有另外35分是按下插入那個 制定函數有沒有 然後會有個增減體重函數 給它這個資料 它給你標準不標準 那另外70分就完成了 不過這個部分是需要撰寫VBA的 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增減體重百分比的這個公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